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再靠自己抓抓抓 你要在你的人生当中懂得 你真正要抓住的是抓住神 因为祂才是真正的祝福 祂才是那个万福的源头 然后神对祂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不要再看你人生当中 所遇到的这些琐碎的小事 你要看到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大事 那个大事是我对你的命定 所以你会生养众多 然后会有一族 会有多国从你而生 而且有君王从你而生 神在带他有一个眼光 好像昨天和你分享说 当眼光不一样 很多时候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 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你看到的就不再一样了 所以接下来神对他说 他说我所赐福给亚伯拉罕 给以撒的 我也一样要给你 要给你的后裔 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第一个部分就是 神拣选的是不止一个人 神拣选的是一个家族 你知道吗 你蒙恩 而且神要透过你 让祝福尽到你的子子孙孙 你是从 你是承接的 也许你的角色像亚伯拉罕一样 你是你的家族当中 第一个被拣选的 也可能你和我一样 我可能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在一个蒙福的家族当中 但是你要记得 不管你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或者是第M代 但是你要记得说 神拣选的不只是你这个人 神要拣选的是一个家族 祝福会因为你 如果你是第一代 祝福要因为你 进到你的父母的生命当中 祝福要因为你 进到你的兄弟姊妹 祝福要因为你 进到你的另外一半 进到你的孩子们的生命里面 而且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的 我再读给你听 他说 神对他说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 这些我要给你们的 那个丰富的应许之地 也要赐给你 也就是雅各和你的后裔 你是一代一代去传承 活在神的应许之中的 求主提醒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我们这个家族是蒙恩的 是一代一代传承的 即便家族当中 现在也许有一些人 还不是基督徒 你迫切地为他祷告 总有一天 神会做成他的功 而且你会发现 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这里面所提到的 将来有一族 有多国 他们都没有看到 但是神一定会做成 神一步一步地会做成 有君王从他们而生 他们完全没有看到 但是信心是 我相信神的应许 一定会成就 在你身上 他也在你的家族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